终于自2015年入狱之后 就再也没有踏进家门 这一天能够抱抱儿孙 与家人谈缘 只是整个伴随在侧 这或许是安华最想做的一件事 首先我们祝福祂 祝福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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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面对全球媒体的首场记者会 安华清楚表明自己 获得最高元首的全面特赦 在记者会上 精神奕奕地回答提问 更不忘幽默一番 谢谢 看 我第一次给TV3 我说最重要的是 我们必须看前面 但一路走来 身旁的这位女人 一直都是精神支柱 谢谢媒体 当然 阿兹萨 讨论 这一年都很精彩 很精彩 像现在这样的场景 儿女孙子伴随在侧 人生最大的支柱相伴左右 安华似乎特别享受天伦之乐 不过问到什么时候 能与敦马合作 再度搅动震坛风云 她欲带玄机地表示 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 你怎么打算帮助你的 国际回来 为什么我担心 国际回来 我在那里 1999年 2015年 两度因为基金罪名而入狱 今天5月16号 安华在医院获释 重获自由 吸引全球媒体目光的同时 未来马来西亚的政坛 又将会迎来 怎样的政治新格局呢 的 这三十一 talk 比如说 核三是 海高 有充 casa 我保识 到 把